我们今天画一小雏菊 画的时候呢 先去观察一下 这个菊花的 它的一个花瓣 还有这个花芯的 它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去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这档关系 你的线条要流畅 然后就是构图 有紧有松 这三个是在一起的 然后呢 右上角咱们再添加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三个比较紧透 一个是打破它的构图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画花茎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是 那个花脱的下面稍微粗一点 然后呢 花茎的话就直接是 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就可以 然后画两个花蕾 还有它的叶子 这种花蕾 我们内容在这种花蕾 它的叶子 来看看